把炸過的櫛瓜 豬肉蔥串 放在烤盤上滋滋作響 刷上烤肉醬 用中小火等待上色 香噴噴烤肉味 讓人聞了實在動美條 距離今年中秋節 還有三個星期 但業者已經摩拳擦掌 搶工商機 疫情過後 民眾報復性外出 帶動業績 串燒店營運人潮 讓客人自主挑菜 想吃米血 櫛瓜通通自己拿 再拿給業者烤 今年生意回溫 業者很有感 八月底的時候 有比去年還要提早就定位 今年定位很多門市 都到達六成以上 天氣太熱的關係 然後就是大家可能也 就是比較懶得想要 自己去準備 準備生料的東西 喜歡我們的醬 然後我們有推出 就是烤肉醬的活動 第一家BBQ端出 全自動串烤機 客人邊烤邊樓天 完全不怕食物被烤焦 中秋食肉商之意 上看六百夜 不只串燒 燒烤店 就連火烤兩吃店 火力多銷 也來瓜分大餅 現在台北市 真的沒有這麼便宜的 牛肉雞肉愛怎麼夾 就怎麼夾 自助區菜當道 不但能節省人力成本 客人取餐也方便 火烤兩吃 吃一次不到三百塊 讓老饕都很愛 當然這裡比自己 買的還便宜 六方面不要煮很多 我真把他倒了 就沒地方吃 家庭客 朋友聚餐都有 但這個時段我就一個人 我兄弟姊妹都在市場 他們都會直接幫我送過來 精算人力和食材成本 就算得一副店租 老闆娘堅持二十多年的價格 意外在物價高漲時代 讓想在中秋節 外出烤肉的民眾 撿到便宜 明日詩詢的又一項公海 台北報導